婆婆妈妈上市场挑选生鲜蔬果 但小心吃下肚的不只是营养还有农药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8月份生鲜蔬果农药残留抽验结果 总共抽验50件蔬果产品 11件产品不符规定 其中豌豆两件各验出2到6项残留农药 芹菜、百香果、辣椒、青葱、红凤菜、白萝卜、柠檬、芥花菜、丝瓜各一件 分别检出1到2项残留农药不符规定 芹菜、柠檬、芥花、丝瓜等等 分别有一件检出农药残留1到2项的一个不合格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这么多酒类有9类的一个产品品项 那只有芹菜、柠檬、芥蘭花跟我们的丝瓜 不是高风险的产品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高风险 所以可以提到这样农药残留 解农药不合格是依照53法第15条第5法 残留农药跟农荣不符合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条纹 以法科主席来自6万到2页的塔环 那当然刚刚也是强调为什么不合格比率高 是因为针对季节性的高风险 蔬果是威神局这边抽烟的重点 所以我们会依据我们威福部小署跟农委会 共同去统计出来 在这个时间里面最容易产生农药残留 不合格的高风险的一个农产品 进行利益取样的一个抽烟 这样才能有效把市面上高风险 比较容易不合格的产品的一个 蔬果把它挑出来 然后去辅导农民做源头管理 避免它持续生产不合格的蔬菜去流入市面 其中连锁超市进口的中国白萝卜 被验出含有沙虫剂赛素胺超标 还有知名饮料店使用的柠檬 则是检出有沙虫剂陶思松超标 虽然我们是在餐饮店能够抽到的 但是我们会回馈到就是说 在县市卫生局来查核农民的 用药的一个状况在做采发 那通路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会特别去采发 我们其实在抽烟之后 大概十四个工作天检验报告就会出来了 第一时间其实我们就会通知他下架 那同时的话就是请他确认 就是他提据资料是否损失 我们就会再往这边去追溯 卫生局表示在市面上抽烟产品属终端管理 唯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及产地 加强辅导农民于栽种时正确适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蔬果残留农药的问题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